十二年每天天 已决定 十三年是十四年 十三年参加 十三年是十二年 十五年 十二年 十三年 佛法求的是什么? 佛法求的是真心 用真心 真心应付一切的事 是真实智慧 不需要去想我怎么应付 自自然然的,都出来,没有障碍,所以老师很重要。 好老师,高明的老师,他把这些方法点给你,很容易接受,很有受用。 你这一用上,马上就管用。 什么原因?清静心现象。 以前那些广想分别执着,计较得失,把心扰乱。 就通通放下,先平等,先清静。 清静的时候多,有念头的时间少,功夫一直向上提升, 那么妄想杂念越来越少。 清静心越来越长,就功夫得理了。 无论说什么东西,都快,有你有智慧。 一听一看就明了,不能去想。 一想,想歪了,你的路就走差了。 为什么? 正式智慧是你自信本有的,不是从外来。 现在为什么不能现前? 杂念才读,妄想才读。 你只要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心底清静。 什么问题要问的都能解答。 我这几十年来,靠正式智慧。 我没有去研究,没有去考虑的东西。 跟很多国家领导人在一起聊天。 问我的问题都能解答。 不是书上学的。 自信里的本有之后。 只要你不打妄想,不搞分别执着,慢慢它就陷进。 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 学问身世,义气贫。 心贫义气活。 要发慈悲心。 帮助你身智慧。 慈悲心热。 救度一切苦难中生。 无条件的,欢欢喜喜。 帮助别人。 要走正路,不能走邪路。 所以你要问真正高人。 你问佛在哪里? 他告诉你,佛在你心里。 你的心就是佛。 你的心就是你的心。 一点都不错。 上帝在哪里? 上帝在你心里。 你心就是上帝。 上帝就是你的心。 用一般人来画真一心。 就是大神大邪。 初学的时候,没有很深的体会。 所以真照这样去做。 做过两年三年,提会到了。 佛说,你也有这个难题。 人家问你的难题, 就难不住你。 他是用旺的来, 我用真的回答。 自自然然就帮他解决。 人心心我们不舒服的心。 这就难以为无量。 一切是彩虹的专门。 竟然会不会得到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